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经过了春天的门雅及开花的季节 云洁而来的是夏天枝叶的成长茁壮 大地也由初春的任律 转变为成熟的森绿外衣 夏天不只枝叶的光合作用旺盛 更可看见树上果实雷雷 如清风、墨点樱桃 在二十坪以及尖织瀑布等 较为阴湿的沿途步道旁 可以看到像鸭角壮斑的叶子 桃红色的花朵 成为水鸭角秋海棠 草栗上有一种蓝紫色花 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扫地武功 它可是植物而不是动物 在阳光照耀的步道边 则常见野牡丹 绽放热情的花朵 招引昆虫前来米食 夏季里错落着不同的生态环境 增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 这季节走在杨明山的步道上 最特别的感受就是体验蚕的肖赏乐 绵绵不绝的蚕鸣声 回荡于山庭溪谷边 随着岛田四子兰 野荡龟 莫古霄 兰国际等蜜园植物的绽放 蝴蝶叶大量飞舞于发草丛林间 而在禽囊的天气里 蜥蜴 蝗虫 和蜜蜂经常可以发现 因为这是它们最旺盛的繁殖季节 夏日时常有机会在大藤山顶 看到蓝天中美丽的朵朵白云 如近在眼前 而当俯瞰柬方的台北市区时 仿无童话里的王国 让人敌除熟虑 心旷而神移 两里的天气最适合登山建勤 让自己有机会来一趟 杨明山的夏季之旅吧